近來做什麼 昨晚沒有吐 大家不要看唐伯寶店秋香的女傳長 一邊噴血 你就一直吐 黃膽水都吐出來 然後中間因為我上個胃 因為我的胃很辛苦 像火燒一樣 我就要找一些茶暖 所謂暖化的胃 我一邊喝茶 我喝完吐 我們先進廁所吐 然後我就出發又喝茶 又進廁所吐 很恐怖的 上次的經驗是很恐怖的 糟糕 跟我們這麼多的聽眾 介紹一下這麼開心的事 我們現在國內有很多不同的白酒 大家喝白酒真的比較小心 因為國內越高檔的酒 假酒真的越來越多 剛才他喝到這樣的河南白酒是哪一種 應該那一種是這個 我也不記得 我們是否在河南是比較小心 不要喝那麼多白酒 因為你小弟要去河南 我知道 應該因為我會和你一起去 我會提外話 再過一段時間 我和MJ一起去河南 回來的時候 我又和大家回報一下 MJ在河南的時候 會不會用眼鏡 應該不會 因為他不戴眼鏡 沒有近視 在河南 先說給我聽 在河南應該要小心些什麼 河南的飲酒文化 你說河南什麼酒呢 河南沒有什麼 哪一種酒 出名的酒 特別會是全國文明的 不像四川散 四川有幾大名酒 四川有一種叫魯州勞嘲 勞州勞教 有五糧液 有狼酒 有幾種酒是很出名的 貴州不用說 茅台酒 湖北就是白雲邊 其實每個地方都會有 當地最出名的酒 只不過剛才我講的那些 就是一些全國都文明的酒 但是河南呢 因為河南始終喝酒比較厲害 每個地方都會有 但他未做到全國文明 回應剛才MJ所講的 河南喝酒要注意些什麼 有沒有剛才我講的 廣西的服 原來是敬酒 沒有 放心 不會說拿個什麼 酒杯亨利的酒 酒杯底的亨利 因為在國內來講 如果北方 北方是沒有這個習俗的 但如果在河南 他會有一個很特別的 只是河南才有的 一個喝酒文化 那 首先 我和你去的時候 如果去拜訪一些客戶 那我們一定算是一個 客人 先不要說上賓 我們是客人 那在河南 他們有一個習慣 就是先是自己 在杯子裡倒一杯酒 主人家 主人家倒一杯酒 我初初打一次去河南 就不知道 以為是和我敬酒 只是一輩子一杯 他原來不是 他自己喝了一輩子一杯 然後就拿個壺 走到你後面 幫你針 叫你喝 那個飲 就是喝三杯 就是他喝個小小一杯 你喝個大大三杯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他會跟你講得很好聽 他說我們以前河南窮 沒有好酒飲 現在呢 所以我們以前一直以來的規矩 文化 就是要把最好的給客人 所以 如是者 喝完這三杯之後 那個主人 就是那個 那個主人 就會回到位 他有一件事叫做副陪 就是他的助手 或者第二個主人 就再自己喝一輩子一杯 亦都如是者拿個酒壺過來 又喝三杯 對 就叫做喝三杯 三杯多少 幾大杯 三杯 神台杯還是什麼杯 他那叫做Eco杯 一口杯 一口杯 類似神台杯 類似神台杯 但你去想想 通常是五六個人 還有他自己針對 五六個敷配 對 你貴賓來到 至少五六個人出來 其實我想說 阿Vin 我矯正一下 那次 你說第一次去荷蘭 那次是不止五六個人 那個台 因為我都在 是不是 安陽那次 十幾個主人 那個台 不算我和你 至少有十個人 你說是開封那次 還是安陽 安陽那次當然不止 安陽那次 可以提外賣 安陽那次 我幫白旗 因為客戶很想白旗喝 但白旗經歷完開封 開封之刑 我已經分半條命了 然後我跟客戶說 不如這樣吧 我代他幫你喝 因為領導已經走了 他提前走了 沒有義氣 然後我跟他說 六杯 然後他就說 你不跟我喝 是不是嫌我賣你們的產品 賣得不夠好 所以看不起我 然後我說 不是 不是 最多他喝一杯 我就喝兩杯 這些義氣制 那本來他要喝三杯 他喝三杯 那還有十個人 六十杯 那你喝到後來就是用絕招 趴在那裡 其實後來 Vin那次是沒有用絕招 他真的趴在那裡 那晚是我送他回房 我很記得的 那怎麼辦呢 我們接下來去河南 我有沒有辦法避過這一招 可以不要讓他倒一杯 很難 這個始終是別人當地的文化 不過現在好少少 現在始終是 文明了 他都知道你真的不能喝 到這樣下 你就可以停了 喝啤酒 或者你可以跟他說 一坐下的時候 你可以現在的做法 就是跟他說 那個量 我們說最多開兩瓶酒 兩瓶即是兩斤 兩斤即是一千毫升 即是一公升 就說喝完這兩斤 我們就不喝白酒了 轉喝啤酒了 那你就會好少少 沒有那麼難受 不過你要記住 這個也是小弟 我和Vin的一個最大的缺點 白酒一口啤酒 就很容易上頭 很容易醉了 我由頭到尾都帶威士忌去 可以嗎 他不會理你 你喝白酒喝威士忌 他會覺得你看不起他 那不行 尤其是有一個是你的客人 我們做主人教你過來香港喝 我們就倒一杯 這個是河南酒 河南的喝酒的文化 還會比較奇怪 就是要你喝酒有無數的理由 譬如去河南 一上一條魚 然後他就會叫一個侍應 就說這條魚有什麼特色 說這條魚 差在未在威尼斯釣回來 總之這條魚 總之只有你這台有 其他台台都沒有 當然這條魚來了 我這台喝 其他這台就沒有 然後轉個盤 我覺得這個侍應 真的可以去澳門認證 無論怎樣轉這個盤 那個魚頭一定會對著你 他們有一個叫魚頭酒 當魚頭一對著你的時候 又無端端又喝三杯 無論轉幾次 那個魚頭都對著你 後來我有一次喝醉了 都忍不住我跟那個侍應 不如我介紹你去澳門做輪盤 你不需要在這裏 你有沒有少掉位 所有的東西都做完 他怎樣 我覺得是桌子有玄機 所以這個叫魚頭酒 那個是魔術來的 那是怎樣的 魚放上來 他介紹完那個魚 轉給你喝一杯 喝三杯 三杯 那一定是一個群眾的壓力 因為你喝完三杯 你喝完三杯 大家都不可以夾一條魚吃 因為你是上奔 會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喝完三杯就可以了 暫時就可以了 沒有第二條魚再上來 沒有了 暫時再上來 今天我們吃全魚宴 那就麻煩了 除非你不夠吃 我相信聽眾 都很有興趣知道 阿Vin 或者我剛才自己 都說到 好像不停被人灌走 令人害怕 其實在上面喝酒 有沒有什麼避忌 又或者 我真的受不了 怎麼辦 有沒有呢 你說避忌 不是避忌 避忌 避忌 避忌有的 首先 千萬 除非你真的不能避忌 你作為一間公司的代表 你去到 你是一個領導的身分 你先天性 你就很難避 因為你一定是坐在 主人家的左手邊 我們講一講一個 餐桌的禮儀 或者可能 看看夠不夠時間 我們第三節 可能再講一點 永遠 如果大家做國內行業 永遠記得面對門口 我們全部基本上 在國內吃飯 不會坐方台 基本上都是圓台 永遠記住 面對正門口 面對大門口 都是主人家 上奔的座位 千萬不要坐坐 面對門口 是上奔 不要看面對電視 是面對門口 我們是客人 我們應該給當地的主人家 坐面對門口 這個通常可以玩到十分鐘 主人家就會說 陳總 陳總你坐 我就是陳總 我會說 不要不要 這個動作 如是者推遲了十分鐘 我還想看來 它是河南還是全中國 這個是全中國 全中國都是這樣 全中國都是這樣 全中國都是面對正門口 都一定是主座 就是上座 山東規矩會再複雜些 有時候有時間可以再跟大家講 這個是全國通的 面對門口的 一定下一個主座 如果不止一個門口呢 通常在清門口只有一個 如果只是一個包房中 清門口只有一個 千萬有些朋友 或者後來的同事 以為是面向電視機 因為電視機和門口未必是同一個方向 但永遠是門口才以門口作為依據 其實最穩陣 如果聽眾會覺得這麼複雜 我真的記不到或者不懂 最穩陣最穩陣 我那時常常用的方法 不要坐著 就是香港人 沒錯,香港人也習慣了 吃飯就吃飯 就立即坐在那裡 去到內地工作,千萬不要 去到內地工作 大家裝作爭位 或者鵪鶲地站在一旁 不要坐著 等別人招呼你 別人招呼你 如果他當地上班 他就會叫你坐對著門口的位置 到時你都會說不行不行 不可以坐這個位置 到時再推讓一下 其實假裝不懂什麼都不知道 喝別人沒有你 其實是最穩陣的 在坐位方面 這個是 但回應白琪所說 可以怎樣避忌飲酒 首先坐位要注意了 你真的作為一個客方的領導坐到去 坐在主人間的下手 通常最大的主人間應該坐在主位的左手邊 很多 很多 對 坐在左手邊 這個就很難避 左手邊就是下手 下手 應該不能用下手的名字 就是這個主人家的 左右 左邊就是貴賓 貴賓 如果當然他讓給一個 譬如我是客戶 他讓給我去坐 我就坐在主位 通常 他坐在左手邊 你坐在這些位置 通常不能離開 最好的避忌 我們先說避忌 怎樣可以不喝 或者喝少一點 首先就是 由頭到尾打死都不喝 我酒精敏感 對 酒精敏感是一個最好的理由 或者立即連腿拿包藥出來 就說現在感冒快要死 或者怎樣 也是一個理由 如果 真的不是 那頓飯真的要喝少許酒 那就千萬不要 這個阿Vin 我見過 剛剛認識你 我也會 你也會 千萬不要 就是千萬不要什麼 千萬不要說 喂 我喝到多少多少酒 這個真的要說一說 國內人 我初初入行 真的不認識 人家問我喝到多少 我當初喝到大概一斤 就是一瓶 我就真的很老實 大概喝到一瓶 他說 嘩 一瓶 因為他們以為是謙虛的一個表現 全國都是 你跟人說喝到一瓶 就是你會然是兩瓶以上 你跟人說喝到八兩 所謂八兩就是多少 一斤 就是十兩 國內 八兩就是大概四百毫升 你跟人說喝到八兩 人家以為是一斤六 所以現在我就聰明了 現在人家問你喝到多少 兩三兩左右 兩三兩大概是一百毫升 半公啤酒 不夠 不夠一瓶也多 兩兩就是一瓶也多 人家就會知道你欠虛了 如果你自己跟人說 不是喝很多酒 喝一斤而已 那就麻煩了 這個也是要小心注意的 我可否堅持喝啤酒和威士忌 威士忌呢 你就千萬不要帶了 因為你帶威士忌去河南 買到北方 人家會覺得你 怎麼了 嫌我 你假裝臭 我買當地威士忌 那一定是假的 而且都是不好 而且都是不好 尤其是你作為一個客人 喝他的酒就算了 主客永遠在 南方會好一點 尤其是北方 這個主客之分分得很細 有機會如果你有山東出差 我和你一起去一次 山東分得更細 山東是主陪、副陪、三陪、四陪 每一個坐桌都會有玄機 還有很多規矩 你如果站起來敬酒 敬完酒 你還站起來喝的時候 這杯酒不算數 這杯酒不算數 這是什麼規矩 這是什麼規矩 山東的規矩 山東規矩 那句說話叫 屁股衣汰 擺成重奶 屁股一台擺成重奶 即是怎樣 正確是喝完就馬上坐下來 不是是敬完酒 大家兩隻杯碰一碰完 就坐下來喝自己 不想那麼多人站在這裡 這也是人家比較好的規矩 剛才Vin那裡 我有一點想補充 他就說自己喝什麼 兩三兩 通常我會說什麼 我說我不能學 我不能學 即是不能學 都不代表你不用學 是代表你 他會覺得你謙虛 我最喜歡說一句 我們這些廣東人 廣東人是最不能學酒的 我最喜歡說這句 好啊好啊 很想聽這些不同地方的飲酒文化 飲酒規矩 有什麼是服 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看來有很多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知道了這個河南 稍後回來 不知道會不會繼續說這個飲酒文化 不過如果大家有興趣聽的話 下次聽哪個地方 大家可以隨時Inbox我們 好今次這次講到這裏 下次再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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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